后烟的衰落在慕容锤病逝的那一刻即已注定 关键在于慕容宝 慕容宝在慕容锤去世后以太子继位 直到两年后被杀 在他在位的这两年间 后烟的衰落完全就是断崖式的自由落体 这其中既有慕容宝个人能力不足的因素 也是一个组织进入下降通道后的必然 本期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看看从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上期我们曾经提及慕容锤是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病逝的 因此不妨就从这次对后烟国运 有着重大影响的出征开始说起 当时中国北方三雄并立 分别是西方的后勤 东方的后烟 以及北部的代国 最初他把世代国与慕容是后烟的关系尚可 两国均为先卑族 虽然分属于不同部落 但相互之间数代联姻 交情甚度 直到如今 随着慕容锤老去 以及北魏扩张的野心不断变大 双方发生战争已经在所难免 公元395年 后烟以北魏反叛为由 出兵攻打 此时烟强未弱 后烟领兵出征的正是太子慕容宝 以太子身份领兵出征 其实疏有无变 胜了 赏无可赏 慕容锤总不能提前退位去当太上皇吧 败了 无法责罚 难道真的把皇太子给废了 但慕容保佑实在有不得不出征的理由 当时天下大乱 各国间征战频繁 王公贵族 无不亲上战阵 博取功名 尤其后烟乃义军士强国 太子如果没有军功 那么完全无法统一军队 地位也会岌岌可危 因此慕容保既急需战功 也急需从战场上获得对军队的影响力 想来想去 北魏是个很好的选择 环似周围 只有他实力最弱 正好可以捏个软柿子 但本以为他是个青铜 没想到却是个王者 一战下来 慕容保大败亏输 而且北魏塔巴龟一方在胜了之后 还做了一件更为残忍的事 将俘虏的四万燕军将士全部坑杀 塔巴龟有他自己的考虑 这四万人如果放回去了 来年肯定还会再来 既然已经跟燕国撕破了脸 那么还不如斩草出根 慕容保几近于之身逃回 承受如此大败 后燕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 接下来便是慕容锤亲自领兵出征 此战燕军获胜 但虽然攻占了北魏的首都平城 却并没有找到伪军主力 慕容锤此时已经重病缠身 只能先行回尸 在回尸的路上 慕容锤病故 终年71岁 接下来慕容保的悲惨岁月才真正开启 在慕容锤去世几个月后 塔巴龟即便出兵 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 大军便占据了原本属于后燕的病州 并随即引兵进入了后燕的统治中心地带 河北平原 面对来袭的大军 后燕朝廷组织进行了认真讨论 认为敌人很强大 无法正面对抗 只能是兼臂轻野 以手为功 但这不过是后燕朝廷的一厢情愿 在没有朝廷大军支持的情况下 随着塔巴龟不断深入 地方首例不愿意正面抵抗 纷纷投降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后燕便失去了大片领土 慕容宝困手于都城中山 但随即中山也丢了 最开始北魏围攻信都 慕容宝领兵救援 但在回中山的路上却遭遇截杀 打败而归 为了阻断追军 慕容宝甚至命全体将士丢盔弃甲 以阻塞道路 回到中山城内后不久 城中便发生了叛乱 虽然最终被平定 但人心惶惶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然而慕容宝的儿子慕容慧也被牵涉了进来 在慕容宝的儿子中 慕容慧是能力比较出众的一个 当年慕容锤还在世的时候就很喜欢他 但问题是爷爷喜欢 不代表爸爸也喜欢 慕容宝在即位以后并没有立慕容慧为太子 由此慕容慧记恨在心 当慕容宝被卫军围在中山 身在北方镇守的慕容慧 便上书请命救援 慕容宝也同意了 但慕容慧出发以后 却在路上磨磨蹭蹭 甚至于驻扎在途中一动不动 任凭慕容宝反复催促 慕容慧都置若网闻 这种行为在慕容宝看来就特别恶劣了 慕容慧分明就是要借刀杀人 你想让卫军攻破中山杀掉老子 然后在自己出面挽救局面 顺利称帝 父子嫌隙已成 在城内的战首问题上 慕容宝也举棋不定 高阳王慕容龙希望出城应战 以攻为首 但赵王慕容林却表示反对 以至于高阳王龙的反攻计多次受阻 某次高阳王龙都已经带兵走到了城门口 却还是被赵王林给拦了回来 这是因为赵王林势众吗 并不是 而是因为他有异心 不久赵王林便鼓动北帝王慕容金反叛 杀掉燕帝慕容宝 但却被北帝王金拒绝 情急之下赵王林杀死北帝王金逃出中山 这次未遂的政变给慕容宝带来了极大恐慌 赵王林一人不可怕 但如果他出走以后跟慕容会勾结呢 在以前这不是问题 但现如今两个人有了共同的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还就是被围在中山城内的自己 那么局面就不好说了 因此慕容宝做了一个决定 带兵撤出中山 想先与慕容会不会合 夺回军队控制权 堂堂一国国军竟然以这样的理由逃离了渡城 而且在兵河一处后 慕容宝并没有反攻 而是继续撤退 先到了冀州 觉得还不安全 又继续后撤 准备撤到龙城 老爹表现得如此舒胆 慕容会很鄙视 他请求领兵迎击追军 慕容宝也同意了 结果慕容会大败追军 这简直就是当众抽慕容宝的耳光 因此于是慕容会开始有了取而代之的心思 而慕容宝也察觉到了儿子的意志 准备先下手围墙 不久父子反目 火拼之下双方互有损伤 慕容会受伤 慕容宝逃回龙城 此时后燕的国土已经被北魏生生截断 南部基本上被泛阳王慕容德控制 北部则有两股势力 慕容宝与慕容会 双方很快便再次交战 这次慕容宝获得了胜利 慕容会被杀 此后不久 范阳王德与慕容宝之间恢复了联系 他派人劝说慕容宝难征 夺回中山 这个时候的后燕实力大损 实际上已经没有跟北魏一较高下的能力 但慕容宝还是不顾劝阻 新兵南下 准备夺回中山 居面再起波澜 途中因为部下叛乱 慕容宝不得已而逃走 燕军内部开始火兵 士族很快离散 慕容宝带了三万人出征 未经一战 军事便消失殆尽 慕容宝只得再回龙城 但龙城此时已经被另一波布下占据 不知情的慕容宝在进城后 最终被杀 至于他身后的后燕 则依旧在内乱中纷争不已 没过多久便被北燕取代 以慕容锤之死为戒 后燕的衰落几乎是断崖式的 几年之内 这个曾经雄霸中国东部的帝国便分崩离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我们今天就来视作分析 传统上认为后燕的衰落是因为慕容宝 慕容宝无雄才大略 行事行为一再失误 最终因此身死国灭 也可算作是咎由自取 对此我们并不打算翻案 而是准备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后燕的衰亡 从组织衰败的角度 透过一个走下坡路的组织 来看看组织的崩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走下坡路的组织一般都会伴随这样一些特征 活力下降 人浮于世 资源不足 内耗频发 等等等等 请注意这些特征几乎在所有走下坡路的组织中都会存在 而且会形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 首先是组织活力的下降 会导致资源获取能力的不足 这样会把组织中有能力有想法的人挤出去 这些人总是能找到更好的去处 而这些人走了以后又加剧了组织能力的衰弱 如此反复再三 然后接下来会怎样呢 组织成员幡然醒悟 彼此相濡以沫 共克时间吗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但很少 绝大多数情形都是走向相反的 也就是组织内部的斗争 会越来越激烈 既然从外部已经难以获取资源 那么就只能是内部的各个部门间相互争抢 撕咬了 当每一个部门如是 那么每一个人也都会如此 深处其中 人们都会被人性之恶所驱使 他们鼠目寸光 只看得到系统内的结构 他们牙间齿利 倾心于跟身边的人争资源 他们专注于和其他部门恶斗 而且在揪斗之间越来越往下 探出道德的底线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就很容易理解 后焰末年 慕容们之间的相互残杀了 为什么在祖辈创业之时 团结是主流 但到了末年 在更需要慕容们合作的时候 却处处都充斥着自相残杀 就因为这是一个组织崩坏以后的必然 既然从外界已经难以获得资源 那么跟周围的人强 就是难度更小的方法 而在这种内部的争夺中 突破下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最终展现出来的 就是泯灭人性的残杀 以及组织力量 以更快的速度风消云散 如今慕容宝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以慕容锤之死为戒 后焰几乎在一夜之间 从蒸蒸日上变成了日薄西山 这背后 慕容宝自己的能力不足 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 却是后焰整个国家的衰败 自从被踏跋归击败以后 后焰便丧失了活力 整个组织的生存逻辑被完全逆转 而慕容宝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情况 如此以后 才是一幕幕的怪诞接连上演 我们因此才会看到慕容室的历史章节 从崛起之时的兄弟齐心 人才辈出 快速滑入衰落之时的骨肉香残 杀戮不断 这个已经无法从外界获取资源的组织 内部矛盾突然间被激化 从此被拖入内乱中 不断消耗直到灭亡 恶性循环一旦形成 便会如同滚下山顶的雪球 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直到触敌以后 在巨大的碰撞中烟消云散 那么这样的组织是不是从此就无可救药了 也不尽然 如果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可能还是回天有力的 首先外部的压力暂时消失 能够重新从外部获取资源 然后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出现 能够镇压内部的斗争 典型例子就是流域崛起的过程 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之后再做详细